旧林相待会临时会17、18号两天进行 而相公所一共提出了21项的提案 在代表会进行审议 而经过了各科室主管在代表会进行说明之后 21项提案全数获得了通过 旧林相媒代表会17号和18号两天正式召开 并且针对旧林相公所所提出的21项提案进行审议 由代表会主席赖俊杰亲自主持 包括乡名代表陈美莲、莲益龙、黄泽园、白石屹、林俊雄、蔡培伙、邱惠英、赖惠美、陈隆出席 相当王玫瑰也率连各科室主管参与 并且说明梅相的提案 而这次凶宵公所一居建设课 幼儿园社会课 文化观光课 农业经济课 清洁队 殡葬管理所的需求 分别提出都市计划雨水下水道清淡工程 防汛抢险演习 简易自来水改善工程 幼儿园学年度低学取教保费经费案 109年度偏远与原住民族地区 家用桶装瓦斯插额补助业务等21项提案 各科室主管则是一项在场代表们说明案有的内容 而代表们也提出相当多的疑问 经过沟通说明之后 21项提案也顺利通过 新闻相当王玫瑰也感谢代表会全体同龄的支持 让乡镇工作能够顺利推展 记得喜欢学校报导